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外来入侵种绿猎蜥由于在台没有天敌,族群扩散迅速被冲新竹,花莲,往南到墾丁国家公园都能看到其踪影,光高平地区三年就捕捉超过2300只,为了防止绿猎蜥,地方政府纷纷寄出捕捉奖金等又因吸引民众捕捉,但有专家认为这反而会让有心人士尝试大量繁殖。 为了阻止绿猎蜥扩散,嘉义县政府曾进行抓绿猎蜥换奖金,解决外来种入侵的政策,邀民众来抓外来种的沙士变色蜥及绿猎蜥换奖金,但想不到奖金瞬间被领完。 民众为了领奖金囤积绿猎蜥实体等,世代内发出阵阵恶臭,不过悬赏奖金的政策在专家眼中可能不仅无法减少绿猎蜥的数量,反而会创造有人尝试大量繁殖绿猎蜥的诱因。 据中央社报道,平科大野生动物保育研究所助理教授陈天喜说,寄出奖金鼓励民众参与捕捉工作,反而鼓励有心人大量饲养来猫领奖金造成问题。 陈天喜认为,地方政府只要请专人计划性捕捉,就能够解决绿猎蜥繁殖过量的问题,将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。 先前就传出加以提供97万悬赏金,结果前6人就缴交800多只绿猎蜥,约168000只沙士兮,一下子就领光,令人怀疑是不是先养再交零补助,还传出有人先用三元或三。 五元大量收购,在领补助赚价差,但也有人质疑,政府所提供的奖金相当为薄,若饲养绿猎蜥帽领寻赏奖金可能入不敷出。 另外,有立委提议开发绿猎蜥料理,陈天喜认为绿猎蜥生活在水沟,身体会带有病原及污染物,并非安全及卫生的食物,不鼓励大家使用,政府应审慎评估。